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让 李宗盛 你…你很危險,我也很危險 對不起,我心急了 我知道你很關心學生 我都應你要求早了,回來吧 你不用這麼折 你知不知道昨晚高喜進 和吳成就兩個去了一堆人? 你不能胡說這種話 對兩個學生的影響很大 你從哪裡聽回來的? 總之我很肯定 我早就叫他們回來 你現在立刻跟我去找校長 慢著… 校長還沒知道? 還沒 你先跟我談談 你不想讓校長知道 校長知道絕對不是一個好的解決 陳先生 你又想包庇學生 還是你擔心失去了工作? 你可以這麼想 但如果讓校長知道 你想想,即是莊富校也知道 罰地魔,砍油這麼大 他不會只是罰這兩個學生 拖拖全校的地這麼簡單 他解決問題的方法 就是解決製造問題出來的人 他會替他們出校? 對,你想想 如果他們兩個被人拋出校 以後就沒有前途了 繼續砍油也沒有前途 未必是的 你看他們兩個平時這樣 哪有膽去砍油呢? 或者我們先了解清楚一點 坐吧 不坐吧 不坐 你們兩個解釋一下昨晚發生甚麼事 你不是證據確鑿嗎 還有甚麼可以解釋 有得讓你解釋,你就解釋吧 沒有就說沒有 我不相信你們兩個這麼大膽 出去砍油,對吧 O教授,你真是很了解我們 我們真的沒有 我生病了幾天,手軟腳軟 哪有來炸到砍油 砍油刑事的 我們別這麼笨 高俊的爸爸是O記高級督察 他被爸爸拉,很醜 高俊不會,我也不會 Mis Chan,我想你真的收錯風了 道聽途說,人言可惟 學生經常胡說話給他合 你千萬不要相信 有片有真相,這兩個是不是你們? 砍油,很害怕,媽媽 碰一下…裝模作樣 阿Yen? 不好意思 你這條…你沒事吧? 什麼? 發完影片,還要洋出來算怎樣? 你胡說什麼?怎麼可以? Mis Chan播出了你昨晚 上IG那條砍油的影片 那條影片我分享給別人的 先等一會 Mis Chan,你怎麼會看到那條影片? 我把全班同學的社交平台放了 你給別人做錯了 是… Mis Chan,你先看真點那條影片 我先聽聽,當這群人去砍油的時候 他們倆是向相反方向走 就是說他們不是去砍油 他們是逃走,對吧? 是 Mis Chan不信,我們說什麼都沒用 有用,我們說的全部是真的 我是認識砍油的那群人 但我並不是黑社會 昨天是我糟糕,想著去吃喝吃吃 結果就糟糕了 昨天我們遇到黑社會的砍油 已經馬上找我走了 但事情是這樣的,對吧 你早就說出來就沒事了 Mis Chan吧 林千恩,影片不要再分享了 你們幾個都沒有到處跟別人說 你好,Mis Chan 你們兩個,多做兩條彩帶 從下個星期開始,你們做反黑大使 Mis Chan,你這樣不就是要全校的學生 覺得他們倆是誰,對吧? 我打算算反吸煙州之後 來一個反黑州 高喜晟和不成就兩位同學 很積極說要做反黑大使 那有問題嗎? 沒問題 Mis Chan現在給你們機會了 你給什麼反應? 對,多謝Mis Chan 多謝Mis Chan 不用多謝主 由今天開始,我和O Sir 會幫你們做三個星期的課後輔導 Mis Chan,剛才謝謝你 如果莊婦後知道這件事 可能會搞大她,我也不想 是的 我有一個缺點 我就是永遠用第一個印象去看別人 這樣對對方很不公平 我希望你給我第一個印象去創 我也是一個負責任的老師 其實我第一次見你的時候 都覺得你挺壞的 又扮不懂英文 然後又想避開我,就走了 不過跟你聊聊聊天 又覺得你應該不是那麼壞的 是,不過我常常用第一印象去看別人 這樣有點不公平 我要提醒自己 他都沒這麼做才行 阿長 蔣先生,早安… 阿長,早安…坐吧 好 阿長,你真厲害 朝朝五點起床行山,厲害 不得你認得厲害了 以前我是越夜越精神 現在不行了 反而每天早上山看日出 吸那口空氣,特別醒神 你們不會明白了 太子氣夠厲害了 這麼早起來陪蔣先生你行山 不睡就行了 其實最難受不了,不是熬眼睡 晚上看完場球 又不能告訴爸爸 究竟曼聯贏還是輸 當然不行 等我吃完早餐 才慢慢探望一場雙紅會 總之半夜之後的世界 留給你們 蔣先生,你叫我們來 不是只為了陪你吃早餐 你有什麼儘管說 阿廢,你整天都是最急吵的 看來你也是為了昨晚的事 來找我祭祺 阿廢,我要告訴你 是天爺先找小孩來我場道散貨 聊起這件事的 廢仔 你現在說這些就很醜了 阿掌,不好意思,搞了你們 我們自己的事,我們自己會拆一點 怎麼拆? 再來幾場大龍鳳 你砍完我,我就砍回來 不好看的 看一場綁手大戰好了 能夠出來走,如果你砍我 我就砍你了 閉嘴 這些砍人是砍江湖片 是上世紀的事 不過詠兒現在還不成大佬 我說退而已,還沒真的退 這麼快就沒得到龍槍 在他面前泡泡泡泡泡 我好不高興 吃東西,吃完我還要看球 嘉蕊 告訴大家我想怎樣 爸爸的意思是 你們既然在這裡打死打死 不如像打聯賽的樣子 是積分 哪一隊積分高的就拿冠軍 總之誰業績最好,公演最大 誰就坐我那個位置 你剛才說的,正正是我心所想的事 楊先生,你怎麼樣就怎麼樣 收到,Sir 我退下來之後 首先我要一家人去坐遊輪看極光 是你,家榮 什麼時候要看最好? 十一、十二月 爸爸,我已經砍好了 我們看完極光之後 就在北歐玩一轉 一直玩下去,玩到葡萄 可以玩足幾個月 想下去也開心 謝謝 莊副校,你打算帶我去哪裡 很快就到了 這裡 獎杯櫃? 這個獎杯櫃是特意為籃球隊而設的 你看,現在放得那一層 下邊很刺激 那你就把足球隊、朗誦隊 音樂組的獎杯獎場放進去就行了 我就說得很清楚 好,這個櫃是特意為籃球隊而設的 但我進來教學校 已經沒有籃球隊了 對 這個櫃已經陳封了兩年 不過無論他的陳友多厚 他也沒辦法掩蓋著過往的光輝 所以學校今年打算做好籃球隊 希望由O Sir你帶領他們 可以做好成績 可以幫我們學校做得志、體、群、美 發展到很完善的Bang1學校 但是凡根籃球隊之前的成績 是這麼光輝 不是應該找回之前那位教練來教才是嗎 黃老師年紀大就退休了,是你的了 你的資訊說你在尿斯林大學是讀體育的 你在大學籃球隊是最有價值球員 現在學校給你機會,你不是想退嗎 因為我是一個很專注教育的老師 我亦非常努力地在我目前的工作上 我睡不著心 你又很努力在你的工作上,是嗎 我完全感覺不到 你那份阿Peso,我也是勉勉強強 將將就就僅僅讓你通過 但是我沒打球很久了 距離你離開學校的日子 也不會很久了 接下來你就要談續約了 繼梁Sir和Ms.Lam 這兩位佔底老師 吃了肥雞餐酒之後 下一個應該是你了 來吧,你還沒感覺到你的危機嗎 現在感覺到了… 其實你的任務很簡單 只是需要帶領著籃球隊 進入學界四級 那這區只有20隊 要進入四強也不是說不行 讓我說清楚一點 是要在區賽中獲得冠軍 然後進入全港四級 我完全感覺到這個櫃 將會擺滿獎盃 你又感覺到… 一個月之後 學界比賽就接受報名 籃球隊七個正選,五個後備 你應該知道 原本籃球隊有些同學已經畢業 有些升上去中六不能打 所以還可以打的只剩五個 你首先要做的 就是招攬那五個救人 再吸生血 整件事 我猜最高難度是高喜晉同學 他兩年前是我們的王牌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他突然說不再打籃球 你又不能留下來 就看你能不能動高喜晉 重返籃球隊 做過什麼? 看看 弟弟獲獎,很棒 我小時候經過球場 每次經過的時候都會停下來 看別人打球 好,可惜沒機會學 我叫他教你 Joan 我覺得你跟他應該挺合 你怎麼又在? 你不要跟著曬,可以嗎? 為什麼? 為什麼那位Ocean 要是籃球隊最有價值球員? 為什麼? 好嗎? O Sir 我聽莊副後說 你的籃球很值得 你的書是比堅人看的 你還不看? 艾長,這叫溫故之身 當你到了最高層次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忘記了一些基本的東西 所以我想從入門開始 再領悟那種球員對籃球的初心 這樣對訓練球員來說 很有幫助 說得好 你這麼有客人 但是恐怕你做不到隊 我知道要搞定高進很有難度 聰明你一招 這招叫捨難取義 你可以先向A班的三個舊隊員埋手 他們很想靠運動分入大學 知道籃球隊重開 一定有個反應 不過不用告訴別人,我教你 謝謝,Sir 你不是說公主的嗎? 你可以認識你的我嗎? 好, 走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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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集中一點, 看夠了嗎? 別讓他停, 跑夠十個圈 什麼事?O Sir 不是三個圈是排的嗎? 跑圈了, 答問大會嗎? 快點排吧 去吧…來吧 O Sir 朱姊不太行 你們扶去醫療室吧 我沒事…我坐在那邊吧 你先坐一下, 走 好, 那位同學回來了 搞得很好, 恭喜大家 你們已經順利通過了 籃球隊的入隊要求 恭喜你們 O Sir 我是否也算過了入隊要求 我本來打算這群十二個男生 全都入隊, 剛剛好 你坐下 不過你二十多、三十度 還穿著風衣 先調理一下身子 好嗎?有機會的 只差一個很容易抽策 除了朱姊之外 我們全部人都入隊, 高鎮好嗎 對, 猜我有甚麼事 你真的不入隊嗎 O Sir, 不要意外 O Sir, 我支持你 我做後備吧 我也是, 做後備 為何這樣小看自己 在我訓練下, 你們可以做正選 我們只是為了成績表漂亮 才肯入隊 對, 要不然我做後備吧 麻煩O Sir 我也做後備 O Sir… 還有我, 麻煩後備抽足 抽策了, 阿寬、阿滿國動 你們做正選 O Sir, 我勸你選正選 不要隨便找我們抽策了 不是, 勉強沒有幸福 免得到時輸了 累了你失去工作, 不要了 沒有這樣的事 閉嘴了, O Sir 你幫不了籃球隊 打入全港四強 你的工作就有危符 對 他們三個不行了 除非有高俊和我 不過主要都是高俊 高俊肯入隊做正選 你才有運行 你們別看著我 我說過不再打籃球 說過就是 再見… 李主持, 又去餵Thunder嗎 是, O Sir 你不舒服吧 要是去看醫生 要是快點回家 休息一下就沒事了 Thunder在等我, 先走了 Chen 是我待會做輔導 我記得的 待會見… 待會見 不如待會我負責高俊 你負責一責,好嗎 好, 分工合作 Chen, 你這條題目 談黑社會文化如何荼毒 香港青少年 如果我要寫得好 我才要分析黑社會的組織性和行為性 另一方面 又要針對現今社會的家庭模式 社會因素對生育的影響 這樣才可以… 挺好, 看起來不錯, 寫吧 我想說, 學校規定五點鐘清場 我只有一個多鐘 這篇博士論文我怎麼寫得及呢 今天寫不到明天寫 明天寫不到後天寫 寫到寫完為止 寫到, 我就是博士了 好, 寫不到先趕著 為什麼喜歡群黑社會呢 我也是蟋癡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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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哥很威風啊 我不覺得 意思, 你沒跟過, 你不明白了 你總有看過江湖片的, 差不多了 不過昨天見識過真正的屁友 震撼過看電影 好, 我贏, 我爬底 我以後都不會再群那幫人了 你就是就最好了 那我看起來不用繼續寫嗎 不是 我已經安排了你來三個星期的活動了 作文, 弄彩蛋, 派傳單, 出海報 坐吧 陳先生, 你果然是山小辣 山小辣就是三小辣 對上還有兩小辣 小辣, 中辣, 大辣, 特辣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我在你們生活中也不是很辣 大家已經開了盤 猜你不用一個月就在月級做特辣 你不要真的讓他們猜中 我沒所謂 吃吧 去吧 昨晚我剛好找阿澤姐 根本沒有群黑社會 為何討好我 你斷證被人拍到沒辦法 我罰你, 豈不是只討好我自己 陪你一起留堂 好 主隊做到兩次全試 錯過了機會 包離 現在客隊越追越近 主隊有個被球證先變 落後的隊多打一個 看看能不能反超前線 倒下 竟然會在接觸範圍 看著拿球的那個 客隊17比14反超 剩下最一次進攻機會 看看主隊能否把握 這麼大聲?怎麼寫 那你休息一下, 一起看 如果Bajer是你, 落後三分 少打一個 最後一個攻勢你會怎樣做 別煩了, 沒興趣 不會再打對球 年輕人, 你說話不用說得那麼緊 或者你看看我們聊一下 你會有興趣嗎? 沒可能 高俊, 不等人嗎? 回家吧 你不是早上我陪你找大雞哥嗎? 別玩了, 別客氣 O Sir… 你不放工嗎? 為什麼? 誤導員過了, 還有什麼做 跟我出去逛逛 學生放學 不是隨便跟他們說一句 但是回家溫習就與老師無關 你不是打算跟我辣家嗎? 我知道是額外的工作 但是你也不希望你的學生被麻煩你 我已經做了研究 附近有抵達技荒 是學生最喜歡去的 例如後巷煲煙 那裡被你踢爆了 我已經把紅出沒著耳牌了 沒人肯定會再去的 我知道他們去了第二條行報宴 另外附近的工廈開了一間錶場 是近期熱門的第一名 然後是在金星商場 他們會去買遊戲和圖片 還有便利店 然後… 便利店吉是魚蛋 你說扔標扔標好嗎? 心眼手三合一 是訓練集中力和專注力的運動 你說去商場買下心頭好嗎? 我明白我們不可以 二十四小時看著他們 但年輕人很容易受不住誘惑 定力又不夠 我們花一點時間去四圍巡邏 有機會阻止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好的 那第一站去哪裡? 扣場 快點… 高俊,你會有一天打球嗎 打球?來吧 你知道我說甚麼嗎? 當然是你的強項、膽球 你這麼巧? 大雞哥,這麼巧,不妨礙你嗎? 大哥 你看見大雞和我雞有這樣的工作 你是不是耍花樣? 沒有這種事,大雞哥妨礙你 帥哥,你昨天幫他幫得很出色 今天你大雞哥,我給你機會 以後跟我 很多人哭都哭不了 昨晚我沒有幫忙 我說你有就有 江湖老規矩 又會大利是四成九,懂得計 三十六? 三皮六,猛冰 誰呀?自己人,客氣的 大雞哥,你看大雞哥多看你 你撿到吧 但是…三八六就說而已 總之多少錢他都不會入會 走 別走 謝謝 阿靖仔,你真是夠薑 我給你一個禮拜 順便給你們一個二人同行優惠價 大哥不要 別搞了,他不是 對,明天準時拿三皮六上我 就是這樣 大雞哥,我學生來哪有這麼多錢 那你自己就想清楚了 是不是要上你家問你爸爸老母 你們幹什麼? 大雞哥,老師 大雞哥,老師 別搞了我的學生 這位老師很純粹 沒有,跟你們學生兄弟一樣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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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這麼緊張 兄弟,明天見你 給點禮貌吧 再見,老師,再見,老師 他們是不是昨晚那群人 為什麼還群著他們? 不關我們事的,是他們自己人 沒事… 明天我會跟他們說清楚了 我不會再跟他們玩 我聽你的話的,老師 你記住,你答應過我什麼? 都跟你們說了 放學後 就不要在街上戲了那麼久 尤其是你們倆 昨晚才出事來 快點回去吧 是… 最近俊興沒有再鬼打鬼 反而很積極地在這裡散貨 收帳,收帳 很等錢花的 不是等錢花的 只是博業職,爭上位 上次天爺和輝少開拖 掌韜應該是禁不住了 他們是給面子公司不明目張膽 不等於就這樣算了 所以在掌韜正式金盤洗手 定到新龍頭之前 也不會有太平的日子 大家繼續按照 小心 是,Sir 還沒走? 什麼Sir 我在看上次輝少和天爺開拖 那些相關報告 原來在同一時間 有人報警或在附近後巷 看到那幾個人 只是被人襲擊暈倒了 後來查看,這幾個人是輝少的男人 輝少的男人和天爺的人互相 動他們的應該是天爺的人 怎麼了?你不是這樣看嗎? 因為照報告看 這幾個輝少的男人 全部都是被人在暗角位從後襲擊 他們的口供還很一致 說看不到誰襲擊他們 還說這個人很不簡單 那些落手位很準 那附近的CCTV有沒有應對這個人? 沒有,他很小心 似乎動過鏡頭的角度 這個人行事手法快、很準 又不留痕跡 不僅是一般社團打手所為 掌韜話退 天爺吹得最想說自己 做硬進兄的新龍頭 他要了其他坐工會不妥他 所以暗中招兵賣馬 找些拼命三郎來幫忙 一點也不出奇 很晚了,下班吧 是,Sir 對了,Man Sir 你是不是去華叔飯堂吃飯? 我還不知道 因為我有重要事要做 你會去? 沒有,我打算吃飯 看你去不去,我們一起搭桌 不要緊,你先忙你的重要事 下次吧 下次吧 好 Man Sir 怎麼樣? 最近大家都想賺錢 做一盤漂亮帳給掌韜看 看來天爺志在必得 他打算怎麼樣? 天爺跟泰國佬入了很大批貨 這次交給我處理 好 證明他已經完全信任你 如果這次交易順利利的話 天爺業績最好 他有最老資格 一定會帶比數 撼下輝少爺和師爺聰 就是說 天爺最有機做新龍頭 我就會動他錢 如果這次真的炒起了天爺 你就任務完成 我會幫你重返警隊 謝謝,Sir 我記得你提過想結婚 看來可以籌備一下 我女朋友催我結婚 催我了很多次 兩年前她生日認識她的時候 我就已經覺得是她 希望這次任務順利 今年她生日可以跟她求婚 劍禮? 到時候我會幫你申請 以劍禮儀式舉行婚禮 我們一班伙計做你的劍手 謝謝,Sir 這次的事由你揹飛 你要特別小心 記住,收拾 是,Sir 現在才看回那晚的影片 很久沒看到古惑仔這麼猖狂 最近這麼亂,你們有期望 亂就好 乘機整個字頭剷起她 甚麼,Sir 你懂得懂什麼 一下子剷起整個字頭 好,重新洗牌?連上加暖 暖有問題 最怕暖上來會傷及無辜 華叔,你這區特別集,小心點 沒問題 你不見過這裡有幾張這麼夠照的照片嗎 是逛逛逛的照片 都不敢在這裡搞事 Man Sir,時不時手來開餐 這個場就夠正氣了,別有怕 華叔,過來坐下 好 怎麼了?你爸爸的腰好些嗎 這天氣的腰有些陰陰痛 舊眼就習慣了 如果你是當年 我不是逛逛逛逛 逛逛逛下樓梯,提早退休 握手今天跟你拍照照 你知道嗎 這次學堂跟你爸爸的感情最好 之後大家派了不同的環頭 最遺憾就是沒有跟你爸爸拍檔歌 我沒用,一直都是生小孩 你爸爸不痛 他就是擁摘,就是這樣會 不過值得他,他又健身,又肯博 好人就走得早 不過英勇殉職,又居其貧 還在浩原,都喜歡生榮死哀 還有這個孝順仔 整天叫浩原正氣 不妨刺生 來,再煮一碗湯,來 夠了 全靠華叔的東西 我才要做一口住家飯吃 不知為什麼,每次多累都好 只是吃過飯喝碗湯而已 即是整個人好像充足電話 好便宜多點,麻煩你 你揹著英烈之後死要治 是有壓力的,平常心 做好自己就行了 還沒主要有壓力 只是覺得我爸爸會看緊我 我不可以令他失望 那天晚上,NEC場得多好看 每個球員都出神入法 一旦停止過,先安定整個房間 真的沒甚麼 你不是曾經說過 以後不碰籃球嗎 不如這樣,如果我令你碰球 你就進入籃球 就這樣吧 怎麼了?很趕時間嗎 不趕你事 幫阿Sir收拾球 麻煩你,別這麼幼稚 你說我弱智也好 最重要的是籃球隊需要你 意大利有位教育學家 蒙特索利說過 有些小朋友可能會很怕過馬路 或是怕很忙碌的事 但只要經過不斷重複的接觸他 他原來會發現 那些可怕的事其實不太可怕 或者你試試碰球 你碰球,或者你想打籃球 對不對?你試試碰一下 好…轉話題 阿澤,為何不回校 他說他不舒服 你們昨天在球場被黑社會圍 沒有其他問題嗎? 你想多了,不清楚,我走了 阿Sir 拿出來吧,拿出來就是碰球 有他有變,替他好好培養感情 高俊 高俊 買一部遊戲機只有這麼多 夠了 大街街街街街三萬六 只有二千元怎麼夠? 三萬六我怎麼寫都死不了 你兩千元 我決定買一張船飛去澳門 去我婆婆避一避 高俊,我有命回來,一定還給你的 別說這些吧,這樣不是辦法 不是怎樣 聽說最近有個小孩 沒有錢交入會費 大雞哥弄到他家人 雞毛 不如找阿Sir和Mr Chan吧 沒用 再不是 找你爸爸?我不想弄著你 不說了 既然可以找我 你不想弄著你 你不想弄著你 我不會想弄著你 你不想弄著你 你不想弄著你 今天從頭場那邊開始場 好啊 烏鎮 有什麼事還不回家溫書做功課? 阿扎, 阿扎 阿扎什麼? 他今天不舒服, 沒回到學 沒見到他嗎? 你剛才這麼趕著走, 約了他嗎? 大雞哥逼阿扎進會 現在有三元六會費 阿扎跟我說過他過 會不會找他老婆避一避? 一會兒看見他跟大雞哥那幫人 又說有笑, 上去車子 我馬上打電話給他 但是沒問題 可能出事了 你知道他們現在去了哪裡嗎? 大雞哥那幫人, 和我去MK巴 阿扎 MK巴就在這條巷子裡 大雞哥, 阿水哥說你不再收我利是 我才過來, 你…你現在又… 又…又你腦袋嗎? 我們免得浪費力夾你過來嘛 不就困你了 四場 大哥, 平時你喝我吃我就爽快 你真誇張, 當然是叫你弄幾筆東西 很不爽, 怎麼辦呢?大哥 老闆 老闆 你還好嗎? 放我了, 老闆 放了他們 這裡什麼時候變了學校? 晚安, 晚安, 晚安 放了他們 這位老闆, 夠了入去的利是 就可以走了 他們不會入黑社會 你快點放了他們 誰都不可以走 老闆放了 老闆 老闆, 大家再說 我這裡有兩千元, 你收了 我再分給你 你讓我們先走了 我明天一定會給你的 好主意 不如你分手一雙腳給我, 好嗎? 你們說來說去都要錢 說吧, 多少? 阿Sir, 你肯幫我付嗎? 那又不是這麼算 你是專櫃的老師 我們收你專櫃的價錢 我收他三萬六, 現在收多少? 那三十六個 我收了 你幫我去搶 古俊 你不放人嗎?我報警 這麼算了, 八婆 踩進來之前我才打了你 送他過來 跟著 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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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俊, 阿澤 一到門口什麼都不可以你轉左 我跟Mr. Tran轉右, 之後再亂 知道 別動 別動… 別動 你糟糕了 太子,對不起,太子 對不起…蔣小姐,對不起… 媽媽看你還沒回來 打電話給你,你又沒聽 她很擔心你,所以才通知爸爸 現在見到你了,送你回家 我還有一天要做 O Sir,再找些學生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這兩個人好像認識太子 那個女人有點面善 Man Sir,你有齊了太子的資料 可能在裡面見過他 MK巴是大雞的鬥,天爺的牆 剛才有事發生過 待會去鬥一下大雞的男人 看看有什麼環境 是,Sir 我們回去吧 他們兩個人剛剛替我報了平安 說他們在這條路直到尾 轉左的位置等我們 待會我們接了他們之後 分頭送他們回家 你是不是有話想說? 我十八歲拿成員身分證 我就是改了跟我媽媽姓陳 好的 其實我是姓長 不過我不希望要其他人知道 行,明白 老闆,走得好了,Michelle 謝謝 爸,媽 嘉榮 祝肥還沒回來嗎? 她打電話回來 說剛才留下的電話在車上 對,現在還在看學生的事,晚一點回去 知道她沒事就行了 熱,你早點睡吧 我和嘉榮也要回去 兒子剛才進屋 不吃飯也要喝碗湯 是呀 爸爸,你不是想見妹妹嗎? 你不是等她回來,我們才走 你真的不知道你妹妹的性格 她知道我們還沒走,她不會回來 那是你,還說了她 也別這麼說,妹妹 她走了去澳洲這麼多年 知道我肯金盤洗手 才答應和你媽媽回來 你要她一下子完全接受我這個爸爸 很難的 正如我說要退下來 還要那些日子慢慢保存一下 你這次選她吧 你明白就好了 好了,我們走吧 走吧,媽媽 回來了? 是呀 對不起,媽媽 我遺漏了一個電話在車上嚇倒你 我記得以後去到哪裡都會拿著我的電話 是呀,是我小提大做而已 無緣無故找到你爸爸來 不過看得出你爸爸很緊張你 對不起 又對不起?沒事了 我知道你是一個很簡單的心願 希望一家人一起住一起吃飯 但是我真的… 知道了,你爸爸也很明白 他說要給你一點時間 讓你慢慢接受他 我先洗手 Jophie 有句話很老套,不過是事實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你爸爸不是說退就退的 他都要有時間安排所有東西 才可以抽身 你也體諒一下你爸爸,好嗎? 到時候 我們一家人一定可以坐在一起 吃一頓安樂飯 我也很希望有這一天 但我每次看到你坐在輪椅上 我就很生氣他 Jophie 洗乾淨的手就可以吃東西了 過來… 我要吃很多東西 爸爸已經幫你預備了很多好東西 太好了 為何沒有人 我媽媽喜歡清淨 爸爸就包起牆 待會我們可以靜焗媽媽吃 待會不可以靜焗 我跟媽媽唱歌聲,要很大聲 你唱小聲一點,你唱歌很難聽 不,大哥欺負我 爸爸幫你教訓他,好嗎 很甜 Jobie,你看 爸爸叫你最喜歡吃的片皮鴨 快點 過來 我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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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快點 劉 劉 快點 劉 劉 劉 我當年永一小時候 親眼看著自己的媽媽幾乎被人砍死 難怪他接受不了 我這個滿手血腥的爸爸 他那時候還小, 不知道想 現在長大了應該知道了 其實他也不應該怪你 我們一家人經歷了那一天 我永遠都記得 要怪的就是怪我們當初還不是最強 既然有人敢動我們全家 所以我跟自己說過 我一不做, 一做就要做最強的一個 辛苦你們教你 其實那次之後看著你媽媽受傷 一輩子都要做輪椅 你的手就弄成這樣 還有之後永遠沒有採過我 我就想, 我不是走錯路了嗎? 但是當時的環境我沒得選 要保命要穩定 我們父子倆之後繼續走下去 所以就一直走到現在 現在進卿已經是最強最大 是, 晚上黑, 這裡全部都是我為話事 這些不重要了 現在最重要是一家平平安安 吃一餐阿樂茶飯 我跟你離開晉英之後 你就用心救好土天 知道了, 爸 我們夢寐以求的日子, 乾杯 謝謝 心 奢望还原 顺百山不去一击 无尽的纷扰 未知解决一期 提防不小心碰上你 艳阳光指眼就退避 尽陈地外 早伤去了决理 怀疑我心太灰 未能冷朝你 怀疑我手结冰 未能燃热你 何残忍 想得太美 走得太近 又突然失去那枝美